美國現在你看中東明星 真的是非常的低落 那更別說中東現在 也跟中國大陸靠的蠻近的 尤其是來看到是說 阿聯最近因為要採購F3數 前景真的是越來越渺茫 最後會不會採購殲20呢 因為我們知道殲20還沒有賣 不過如果中國大陸有六代機的話 也許殲20真的可能可以賣 那最後為什麼這個消息會彈出來呢 因為阿聯國防部官員 到了解放軍這個地方 跟解放軍空軍司令 長丁球進行的會晤 然後就有關注說 那會不會有殲20要出售呢 因為美國在2021的時候 有批准大概190億美元的交易案 出售阿聯大概50架F35 跟18架MQ4B的無人機 但是因為美國都一直沒有給F35 但是所以阿聯也有需求 所以2021的時候 他將法國買了標封 然後2023年又向北京採購 12架的鏈15的教鏈機 所以呢大家之前說會不會是 FC31啦等等的 將軍怎麼看 對 像中國大陸買了那個 那個 鏈15的 L15的這個 這個噴射教練機 它的速度可以到達1.4倍因素 那剛開始這個訓練的話 像中國大陸買這個高教機 噴射教練機 那將來會不會買殲20 我們剛開始有喔 那問題是 阿聯酋他要向美國買50架的 F35的逆中戰機 以色列 他看以色列態度 以色列會對以色列 他的阿聯酋的這個假想敵是誰 剛才可能在中東地區的話 他可能目標就是 就以色列啊 大家以前的時候有這個 經過五次中東戰爭 他們都是以色列的死對頭 所以以色列一定會對 在美國發揮他的影響力 尤其他的遊說團體 會對我們壓 對阿聯酋的這個50架的 F35的壓單壓住 那叫你壓住你不賣我 你不賣我那我向其他地方找市場 那中國大陸很有可能 因為已經買了 鏈15啦 那現在的話要不要去買這個 殲20 而且殲20跟F30比起來 殲20 它的是價格便宜 比那個F35的價格要便宜 而且它雙發動機 雙發動機 對這些阿拉伯國家來看 他比較喜歡雙發動機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飛行員都是貴族 不能有一些想失 貴族希望 希望雙發動機好 還是單發動機好 當然雙發動機安全 會有這樣子嗎 你又單發動機 不一樣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買F15 F15雙發動機 那為什麼買F18 他剛才有講說 有賣給他 答應他賣給他F18 對 因為F18 F30 F35 那個 他以前的時候有買F15 那是都是雙發動機 對啦 他喜歡雙發動機 他喜歡雙發動機 這個F22或F35 為什麼 三大優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個是怎麼樣 第一個 它的數量已經超過了300架 所以它會成為 價次比F22還要來的高 因為美國最近F22又摔了一架 所以它已經超過了300架 這是第一個數量的優勢 第二個它裝了窩扇15 這個發動機 變成最強的戰鬥機了 為什麼呢 因為窩扇15推力18.5噸 比美國F22推力17.7噸 還要來的強 更別說比F35還要來的強 那它數量 其實我們剛才講過 現在300架了 那到了2030年 可能會突破1000架 還有另外這個編號 被說是2051的這一個編號 它是黃皮機 那它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它是雙座型的 它就是可以要指揮中程療機 所以中程療機贏了美國F22 數量也贏了 推力也贏了 對 這個換了 這個殲20換了兩具 因為它雙發動機換兩具 我閃15 它推力大概就是4萬 對 就是4萬磅 4萬磅乘4萬磅 8萬磅 你8萬磅除以 因為1磅是450公克 你大概就是8萬磅 你就是變成一半 變成4 我們講的4 你要除以2 你就變成這個4萬磅 4萬磅8萬磅 你除以2變成這樣 那加起來的話 比那個F22的 其實我這邊有數字就是說 殲20的話 它是18.5噸的推力 F22是17.7公噸 所以它就是贏它 對 它講的是公字 那我們有時候拿這個音質來看 而且 現在這個殲20 它的生產量產已經到達300架的狀況之下 表示說它非常成熟 而且後面的新的序號 它是磅傘15 那磅傘15的話 它的發動機推力是更大 那這樣的話 它將來在全球 如果是做在這方面的行銷 它市場會有市占率 因為它畢竟要以內需為主 內需達到一定的標準 我要看有個指標性 就是巴鐵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 跟它有蕭龍戰機 蕭龍戰機的話 跟它共同發展蕭龍戰機 是這樣 因為巴鐵叫做天使七 是這樣子 我看它會不會先賣巴鐵 因為巴鐵跟它關係是不錯 它才會有巴鐵完畢之後 它就會往中東去 因為中東去的話 它會由東向西慢慢推進 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陆 它會有考量它自己 它自己的國內的軍 在國內的它要先需求 要先達到一定的標準 而且我們知道 福建艦將來要裝 要上去的 是我們講的尖山術 也是逆中戰機 那逆中戰機也要裝發動機 那發動機要去滿足它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那它內需又過大了 因為又福建艦出來了 那下一個第四艘軍艦出來 這些都要 這些逆中戰機都要上去 那它這樣子就會 市場太多 那它滿足內需 內需完畢之後 有多餘 行有餘慮 你再往外交市場做擴展 包含阿聯酋 阿聯酋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呢 中國大陸 殲20目前真的是沒有要賣 但是呢 FZ31真的有可能 不過呢 這也凸顯出呢 中國大陸 給了西方國家以外的選擇 就是呢 不是只有西方國家的武器 還有呢中國大陸 所以呢像中東這些 已經對美國有點反感了 為什麼一定要買美國武器呢 那另外尤其中國大陸 到了歐洲訪問 真的是旋風 跟呢匈牙利 變成了新時代的全天候 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他也提到 匈牙利下半年是歐盟輪跡主席了 那另外呢也提到呢 包括什麼呢 像是跟法國的部分提到了 就是要全球止戰 講到就是奧運呢 要來止戰 另外呢 跟呢這個 塞爾維亞 真的是 也是共患難了 也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另外也提到了 烏克蘭相關的問題 對 這個又變成雙全戰略夥伴 因為雙全就是全天候全面 因為全天候是24小時 要不然我們就白天 我們白天上班了 沒有 晚上也要合作 變成全天候 就是24小時 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 現在變成雙全 那關係就是 就到最高等級 最高等級 所以這一次他到 這個匈牙利跟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還派那個 米格29 米格29 在護航左右護駕這樣子 表示這個在高規格 歡迎你進來 你進來的時候 兩架四架 各兩架四架 護航 然後離開的時候四架 就是 我們講公送 就是送 讓人離開 換句話在這一方面 塞爾維亞跟在匈牙利 我們講法國先不要急講 這個環局要說 在這一方面 他們是有點到面 這一帶一路 從那個地方突破 然後整個歐洲 從那個點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捷口 未必可好的 TED satisfaction T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